说起记录城市影像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用影照的方式 山东制南就有人选择 以招墨画保留城市的回忆 一起看看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炮特传 五六十年代的大明湖 日复复画作呈现旧时制南风情 在其他人以摄影记录城市影像的时候 山东画家张同秀就想到 用招墨画的形式保留制南的人民风貌 招墨画是一种采用干不浓墨 不借助水进行稀释的写实画法 作为土生土长的制南人 张同秀在二十多年间走遍大街小巷 寻找有关老制南原貌的历史资料 我记录这些越记录的权 越记录的证实 能更加证明现在我们的吉兰市发展得多好 越是把这种证实的在向于我们吉兰人 让这个新吉兰人越觉到 我们现在发展得多快 和国外作为一个文化交流 让他们看看我们吉兰原来的样子 一直向来发展的状况 张同秀现在已经75岁高龄 陆续创作出100幅老制南招墨画 他期望透过自己的画作 唤醒人心中对城市的热爱 借此呼吁民众保护文化历史 令城市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无线电视记者林海盈报道